弟兄姐妹 时间过得很快 虽然我们在疫情封城当中 转眼我们已经在网上 敬拜了三次了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 眨眼我们的重启信仰的里程 也来到了倒数第二周了 希望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能够有所得着 更深地认识上帝给我们的启示 更多地去依靠他 上个星期我为大家分享了一个 我们能够得到上帝救恩 能够踏上信仰的旅程 开始过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要素 就是要依靠圣灵 我们不仅需要水的洗礼 大家一定记得我们也需要圣灵的洗礼 接受圣灵的洗礼得到全新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去长大 这就是重生 同时我们要记得我们重生的生命 就像耶稣来到世上一样 都是很弱小的 需要时间 需要不断地成长 需要有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 这是我们讲的另外一个概念 就叫做长成耶稣的生量 就是成圣的意思 今天你发觉人们在寻求上帝 在过信仰生活 走信仰道路的时候 往往很容易忽视圣灵的存在 和圣灵的工作 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重生 我们就忙着好像要展现 那个新生命的能力 有的人即使重生了 但是不明白这个真理 不懂得去依靠圣灵 还是去依靠我们的老五 我们的那个意志力 靠我们自己的这些的能力 结果生活当中 遇到的更多的是挫败 失败 你发觉很多人会看见 因为有些信主的人 跟他信主信主后没有任何的区别 跟这个世上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然后我观察到一点 我们这些门徒 我们要能够持久地活出喜乐丰盛 而且有活力有影响力的生活 我们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经常忽略的 耶稣特别强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们 就是带着使命生活 带着使命来生活 这是一个我们真正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这周我们就会进一步来探讨 我们信仰生活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或许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 这是你需要重启信仰的核心原因 以及我们如何来活出 丰盛喜乐满足 有活力有影响力的生活 有一些的关键到底在哪里 我们知道 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特别在他回归天家的时候 回归天父怀抱的时候 他就给门徒留下了一个大使命 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那里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 这里告诉我们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 看啊 我就天天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代的终结 这就是耶稣的大使命 我们每一个信主人都应该有耳闻 我们经常可以把它总结为叫做门徒培训 或者我们简称门训 就是要培训人们明白和遵守主耶稣的教导 然后一起来完成 当地拯救人类的使命 那么他就通过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 直到最后人类救赎和天地的更新的到来 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 不能单单停在这里 因为门训讲的其实是途径 那核心内容到底在哪里呢 核心内容我们要更深地来认识 我觉得在主耶稣对保罗使徒 使徒保罗那里 他在呼召使徒保罗说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怎么说的 就是说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那里 他说要拆派我们 要到人的中间 要开人们的眼睛 使他们从黑暗中转向光明 从撒旦的权向归向上帝 得着救赎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其实我们信主 不只是让个人好像得着救赎 得着一些上帝的祝福 而是一种使命的呼召 作为上帝 作为主耶稣 借着各样的环境 圣灵人 不断地呼召 更多人能够参与到 上帝拯救整个人类和世界的 那个大计划当中来 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来 承担起主耶稣已经开始的使命 所以我们要看到一点 信仰生活的争议 是什么呢 信仰生活的争议是过一个 有使命的新生活 过一个有耶稣使命的生活 这才是我们信仰生活核心的意义 不是单纯的个人得福 很遗憾 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和朋友 有他们听到的信息 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信耶稣 你或许听到的是这样的 让耶稣帮助你 解决你的问题 成就你任何的心意 让你的日子过得更好 更富裕 这些所谓的福音 人们很爱听 很爱听 因为他告诉你什么 你什么都不要做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讲一句 我愿意 我相信 你的罪就一笔勾销 然后直接入籍上帝的国度 然后从此 你有资格和权力 去让造物主上帝来祝福你 而且你越有信心 不用努力的 你越有信心 上帝就会越把世上的这些的 平顺 健康 富裕 安喻 赐给你 而且不单单在世上 死后还可以上天堂 享受天堂的福乐 其实大家特别地提醒大家 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 这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迷信 你发觉 你可以自己去尝试 时间一久了 你就会发觉 其实不是这样的生活 好像不是你求什么 你就得到的 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 是这样的 大家不信了 放弃了 或者更糟糕 有些人不再对信仰认真了 不冷不乐的 其实我告诉大家 以自我为中心 其实恰恰是被玷污的 自由意志的问题 是我们人类犯罪的根源 而且是这位上帝 他定义要来解决的问题 也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为你我受死的那个核心的原因 当然我在这里讲 这个不是说上帝就不赐福我们在世上的生活 不是这个意思 耶稣其实也亲自告诉过门徒 其实不要为吃穿忧虑 因为天父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的 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的 让我们没有缺乏 他只是要我们要关注的事 让我们要关注神的国 什么意思 让我们关注上帝的掌权 我们愿意服在上帝的权柄下面 我们愿意和天父恢复关系 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国度当中的人 还有很重要 因为上帝要救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让我们能够与上帝同工来承担他的使命 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上帝的救赎 所以大家知道吗 其实我们基督信仰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一个普世的社会运动 那个时候叫做跟随真道 follow the way the way的一个运动 我们也可以说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运动 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叫基督徒 其实就是被外邦人嘲笑基督徒 就是跟随耶稣的人 跟在耶稣后面的人的意思 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耶稣基督的使命所驱动 对于我们华人我们特别要意识到 在近两千年前 那个时候中国什么时候 东汉时期 在东汉时期这个运动就已经突破了 我们现在所在倡导的各种的界限 包括肤色 民族 宗教 国家 社会阶层 而是面向所有人类 传扬以耶稣基督受死复活 成为我们主为核心的信息 而且是什么 不是以个人的或者民族的福祉 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得救和福祉为目标的 而且当时这些的基督徒们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遭受到残酷的迫害和打压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 他们没有赴耶稣的使命 他们就是带着这个使命 他们生活 以至于产生深远的影响 直到今天 而且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 一直到现在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中间好像很伟大的人 其实告诉大家 因为他最后推动的不是人 不是每个某个群体 某个团体 某个组织 而是上帝 主耶稣是圣灵 而那个重要的载体是什么 弟兄姐妹 就是教会 所以大家要看见 教会其实是为了继续主耶稣 已经开始的使命而产生的 是由主耶稣亲自设立的 所以我们称教会的头是谁 主耶稣基督 而且教会的形成 是经过非常特别的事件的 正式形成的 我们知道 一开始主耶稣只是预言 他要建立他的教会 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 因为那个时候 他还在带着他的门徒们 履行使命 待他复活 要回到天父那里以后 他才差遣圣灵 来正式的形成了教会 并且赐给教会 各种各样的恩赐能力 不是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 更厉害 给能力 给恩赐 去肩负起主耶稣的使命 我们知道 照着主耶稣的吩咐 在主耶稣离开 回到天父那里以后 十天 一个特别的节日 叫做五行节 那个我们也叫做 圣灵降临节那天 圣灵降到了众门徒的中间 一起应验了七八百年前 一个旧约的先知 约尔的预言 圣灵浇灌下来 从那天开始 教会正式诞生了 那天发生的事情 由我们严谨的路加医生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 为我们做了详细的描述 我们可以来先看一个部分 其他更详细的 大家可以在第二章当中去看 你看到那天是五行节 那个日子 他们就是门徒们都聚在一起了 突然有声音从天上降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大家仔细读之后 你就意识到 耶稣讲的圣灵的工作 就像风一样 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但是你可以清楚地看见 圣灵工作的痕迹 那一阵大风吹过来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整座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 崩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是个很特别的描述 大家如果仔细去看 就是描述在教会诞生的时候 特别的景象 后面我们没有看到很多的记载 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的 大家所以特别留意 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件 然后在他们周围的人 看见这些人这样的表现 都以为他们喝醉了 但是事实上那天是大清早 这不是他们的习俗 大清早大家不喝酒的 不可能的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使徒们站了起来了 由我们彼得作为代表 告诉了在旁边听的人 这个所发现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 他就告诉他们 这就是应验了 记载在约厄先知书上面的预言 上帝早就允许的 在末后 就是上帝救恩快要结束的最后的时期 圣灵会浇灌众人 在那天成就了 同时他借着宣告 告诉这些围观的犹太人 你们在一起 所当时信誓旦旦 很确信的 你们杀害的那个 好像自称上帝儿子的耶稣 其实就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上帝差来的基督救主 而且他受死已经复活了 他们都可以做同样的证据 人证 这就是上帝其实给人的一个 明证信仰的证据 而且同时他劝告他们 他们需要悔改 他们需要改变他们对耶稣的看法 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向 改变他们生活的目的 他们要接受洗礼 以至于他们可以离开被灭的时代 也就是撒旦的权势 能够得到拯救 路加医生告诉我们 在彼得宣讲以后 那一天于是领受 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 那一天门徒约天了三千人 教会因此形成了 所以在圣灵降临节那一天 圣灵把个体的属上帝的儿女 跟随耶稣的门徒都归入了耶稣基督 形成了一个在他世上的身体 我们叫做合一的教会 而且他把这些人放在其中各司其职 相互的协作一同来肩负起耶稣的使命 由此有着独特的圣灵印记 有了圣灵同在的教会诞生了 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们 他们非常清楚主耶稣的心意 并且通过他们的记录 也是后来成为新约圣经的文献 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 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 什么是教会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教会的真谛 什么是真正的教会 教会是由一个跟随主的门徒 组成来承担主耶稣使命的群体 而教会是无形的 它没有任何的边界 而且在各个地方 又通过具体的门徒的群体 有具体的体现 比如说在我们这里有美城进行会 这就是一个耶稣教会很具体的体现 而且我们知道 教会成为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的代表 所以我们经常会称教会为耶稣基督的身体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 教会不是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 大家经常讲我们要去教会 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不要怪我啰嗦 我经常说我们是去教堂 不是一个要去的地方 因为教会本身 它不是指一个建筑物 它是指一群有使命的人 门徒们就是教会 换句话说 你我在哪里 教会就在哪里 如果你属于我们的教会 你去到了你的工作场所 你就把教会带到你的工作场所 你回到家中 你就把教会带到你的家中 对教会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一起来承担耶稣的使命 对教会之所以是教会弟兄姐妹 是在于教会到底在做什么 是我们在办宗教活动 是我们在自娱自乐 还是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群体 一起贡献我们的力量 努力来履行主耶稣的使命 真正的教会 没有行 没有强 是主耶稣 在这个世上的身体 就有我们这些人 实实在在的人 上帝的儿女组成 而且呢 我们是用上帝的爱 彼此相连 圣灵就会在我们的当中 以我们同在来引导我们 当然圣经虽然明确了 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 不是有形的 跟地上那些组织 人的组织机构不同 但是他也特别强调 教会在各个地方具体的体现 大家留意 新约圣经很多的地方 讲到教会用的都是负数 意思是什么 指的就是不同地方的教会 所以我们基督信仰 特别强调一个 就是我们门徒 一个真正正愿意跟随主 信主的人 需要委身到一个 实实在在的群体当中 和其他的门徒一起学习 一起生活 一起搭配 一起来承担起 耶稣的使命来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明白了 信仰生活的争议 就是我们要带着 耶稣的使命来生活 我们也看到 主耶稣给我们的安排 为我们创建了教会 那么下面我们进一步 就可以了解到 活出喜乐 满足 有活力 有影响力的信仰 生活的关键到底是什么 这里我们可以看 主要有两大点 这是一个根基的问题 第一个 是我们要愿意去承担 耶稣的使命 换句话说 我们要建立起一个使命感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但是你发觉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个人都很自然的 本能的是为我们自己活 为我们的小日子 为我们的家庭 我们努力奋斗 努力打拼 很多人盼望有一天 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 或者看着我们没有达成的愿望 在我们孩子的身上能够得以实现 但是每一个过来的人 我们只要你稍加反思 你都可以知道 我们盼望的那个日子 似乎永远迟到 我们经常无奈地感叹 人生大多都是劳苦愁烦 其最终的意义 就像我们看到的一个电影 其实就是活着 活着 跟到最后你会发觉 似乎我们为什么到最后 健康长寿才是唯一的真道 知道吗 大家这个世界上 现在最大的产业是什么 健康产业 健康品产业 不是不需要 是我们需要 但是我们一定要抓住 什么是核心 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其实每个人 不论你信不信主 你的文化背景 任何人 哪怕你是帝王最有钱 还是你是贫穷 每个人都有劳苦愁烦 人间的智慧告诉我们 富人因为富而劳苦愁烦 穷因为穷而劳苦愁烦 其实年日长短不是关键 关键的是你是否活出了你生命的意义 换句话说 你是不是活出了你的命定 这个最关键 放眼这个历史 我们注意到历史上很多的人 我们周围的人有些也是 他们没有专注自己的生活 没有专注他自己的小家 他们可能 生命长短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活出了一种令人钦佩 并且能够影响和祝福这个世人的生命 生活 其实我们来看看这几位 给大家一点点的几个例子 第一位有梁曲超 他是清末明初 他的期望 他是唤起中国人民的自觉 能够从封建帝王的那种奴仆 成民种观念当中拖出来 转化成为现代国家的国民 这是梁曲超一生的使命 他要去做的事情 另外一个 一生以推翻满清 建立民主中国为己任的孙中山 他的年纪我看都不到 为此奉献 他也是一位基督徒 另外有上个世纪 出生在东欧 他是出生在东欧 但是他把大半生奉献给了 印度最穷苦地区的人群 这位就是特勒萨修女 他一生没拥有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好像看着柔弱的人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人低估他的影响力 接下来这位是身体力行 主张以从圣经当中得到上帝的启示 主张以非暴力功名抗命的方法 争取有色人种基本权力的 小马丁路德金牧师 他也是一位静心会的牧师 我们可以看见他过世很年轻 我都活得比他长了 现在39岁就被暗杀死的 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会吃惊 我挤一个好像跟信仰好像不是很沾边的一个人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那个一天到晚穿这个非常简单的黑色T鞋衫 牛仔裤跟这个球鞋的 这个是谁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乔布斯 大家都所熟知的苹果公司的创始人 可以成为说全球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致力于用科技创新改变人类的生活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人 我相信你周围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你会发现他们无论贫贵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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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极高的威望 有的人得到了极高的地位 也有的人获得了巨额的财富 但是你们仔细去看他们的一生 其实无论财富名利地位 都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而且很重要 他们也不为这些所困 他可以拿掉 他可以不要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清晰的使命 而且他们都能够勇敢地 为着他们的使命 付上代价 尾声其从 所以今天这几个人 为什么无论在信仰里面 还是在世俗的世界 我们都钦佩他们 特别是在这个物欲行流的世界当中 就是这样的原因 当然了大家可能会说 你看看他们都是一些名人 特殊的人物 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小名 那我就要提醒大家了 千万不要忘记 在我们基督信仰发生的初期 那些千千万万 无名无信的基督徒们 他们大多都是无权无私的普通人 被称为没有学问的小名 很多的还是奴隶 然而他们承担其主的使命 而且坚持到底 今天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他们生活的细节 但是有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 因为他们担负起的使命 让基督信仰的影响力一直到今天 基督信仰成为了西方文明的基石 而且也为现代文明社会平等 自由 民主 这样成为这些的根据和来源 我们甚至可以确切地说 刚才我提到了这些的名人 其实他们或多或少都得益于基督信仰 而这些初代的基督徒们 他们的使命都不是为自己 也不是为了一个单一的民族 而是为全人类的福祉 命运和未来 而且这些门徒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高的学问 多高的道德水平 社会地位 他们掌握了多少的资源 单单是因为上帝主耶稣呼召了他们 圣灵赐给他们使命能力 我想问问大家 人世间还有有什么样的使命 可以高过我们的创造主所赐效的使命 还有什么样的使命 能够拥有造物主上帝必定成功和实现的承诺呢 没有 弟兄姐妹 而只要你我愿意 不看我们的资历 我们的资格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 接下来 当我们明白我们要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使命 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使命感 那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去做 这经常流逝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在我们跟随主具体的道路上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只要想到了就好 不用亲自去身体力行 我就记得以前信主的时候 我们操练那个谦卑 我读了很多谦卑的书 道念上我觉得已经对谦卑掌握的真的是 不能说是非常精通 应该是对他的生意已经很了解了 但是你发觉 只有当你来到真实的人当中 你经历到的时候你才会发觉 原来很多东西只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并没有真正的出来 所以当我们每个人明白基督信仰 不是只是为自己得救求福的宗教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基督信仰里面 不像其他一些宗教信仰 要讲求那个独善其身的修行 你要到一个深山老年里 以前去以这个世界隔绝 而是恰恰相反 你要积极地进入这个世界 每个门徒都需要成为教会的一份 在那里我们接受装备 和其他的同伴 我们一起同行 然后彼此搭配 让我们能够积极地在社会上生活 产生那个影响力 所以我们来明白 其实教会是主耶稣 为我们愿意承担主使命 设立的一个很重要的 可以说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给我们一个罪人的医院 义人的学校和神国的军校 你会发觉 当我们愿意来到这个教会当中 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爱的大家庭 这里是一个安全又充满爱的环境 让我们每个人 因着我们的罪性 所造成的一些的创伤 那些的捆绑 可以得到医治和释放 而我们不用害怕被羞辱 被误解 被嘲笑 同样呢 让我们能够在一起 我们这些被称为义的人 虽然我们不完美 我们还有各样的缺陷的人 我们一起蒙了上帝的恩典 我们能够在主耶稣的带领下 我们连接成一体 我们一起来生活 我们彼此坦诚地相待 我们一起来学习 更多的放下老我 一起学习爱人如己的功课 让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 能够不断地成长成熟 而且最后很重要 我们经常基督徒 耶稣的门徒被称为神国的精兵 对不对 大家都听到这样的称呼 就是同样 主也把我们放在一起 让我们能够得着训练和装备 让我们装备真理 让我们能够学习有各样的技能 如何跟这个世界打交道 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神的爱 把神的真理 能够分享出来 能够活出来 让我们成为神国的精兵 当然你会发觉很奇怪的 这个世界上 其实我们每个人 一般都有这样的概念 比如说你要成为一个军人 你要能够去战场上担负使命 我们都知道 你一定要去经过训练的 而且是艰苦的训练 但是经常我们一到 这个信仰的这个里面 我们经常就觉得 好了我们说一个 我相信就好了 上帝皇家就会祝福我们 就会经历 这是一样的 为什么门训 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门训 就是这样的道理 他要装备我们成为有知识 有智慧 有能力 也懂得彼此合作这样的人 一同去理行主耶稣的使命 而且为神国 为更多 我们讲世上的灵魂 他们的得救去征战 当然了 不要学以前教会犯的大错误 不是用武力 不是用威逼利用 而是用上帝的大爱 用福音 用真理 有重要的事情 所以从教会诞生至今 有无数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 上帝的儿女们 他们甘愿去做常人 看起来 经常我们听得见的 吃力不讨好 傻傻的事情 不求利益 不求回报的傻事 甚至经常离开自己 安淑的环境 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那里 为那里的人奉献一生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看到的 留下记载的 都是活下来的人 我还要提醒大家 很多人带着这样的使命 甚至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方 大家知道吗 很多西方宣教士 他们有心 上帝呼召他们到中国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到中国 比如说到澳门 那些就死在那个地方 而进入中国的宣教士们 其实他们经历了何等的艰难 是我们没法想象的 突破文化的障碍 突破语言的障碍 然后一点点才能够进去 到今天 福音能够传到我们的国家 能够让我们很多的人 能够得到上帝的救恩 跟他们离不开 而且这些的门徒 你发现都有个特点 就是他们知道自己的渺小 知道自己的不完美 但是他们会坚信 上帝给他们的呼召和使命 能够愿意走出去 用我们中国话说 不会因善小而不为 或许他们遭遇各种各样的失败 进到一个地方 好像什么工作都没有裹消 他们不放弃的 坚持做对的事情 公义的事情 做上帝呼召他们去做的事情 给周围的人 给这个世界带来了 何等样的祝福 我相信是这个满目创意 充满各样纷争苦难冲突的世界 我真正需要的爱和平和盼望 当然了 我们要真实地说 接受上帝主耶稣的呼召 要肩负其主的使命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绝对不是你一个人担当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要愿意 要做好准备 为耶稣 为信仰 为使命 付上代价 而且你要愿意 委身在一个教会 真实的群体当中 我们跟随圣灵 圣灵会带领我们 而且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给我们能力 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而且你也一定要相信 到时候你一定做得起 单得了 而且会有永恒的价值 存在天上的祝福 讲到这里 最后我想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 就是我以前到中国做宣教的工作 其实我们就是做门训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到那边都是做一样的 我们主要是培训当地的一些教会的同工们 在那里我遇到一个弟兄 在过程当中 因为我带一个祖 他在我那个祖里面 让我认识他 让我很吃惊 这个弟兄一看就是长得很壮的人 长得很壮的人 他从小酷爱武术 所以他有一身好武艺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他从小在家 在他的邻里当中 都是一个让人头痛的角色 因为他就喜欢干什么 打架 到处打架 然后哪里有什么强的人 他就要去把人家给打趴 所以就是欺负人干这样的事情 他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慢慢长大 然后因为爱打架 也不招人待见 慢慢就成为一种社会的混混 他虽然可以搞到一些好的东西 但是他到哪里都怕 家里面也气得不得了 他们家也是信主的 父母一直为他祷告 祷告 而这位弟兄他分享 在那个时候 其实好像觉得他很赢得别人的尊重 他是大哥 然后你要说 因为大哥你很多东西就有好处 但是他觉得他的心里面很空虚 生活没有什么的意义 他也随时想着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去拼命 他就觉得哪一番 哪一天搞不好 就是别人打他 甚至把他给打死 都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就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天翻地乎的变化 他信主了 因为这很奇妙的事情 别人听起来 其实不是我们以为的很奇妙 就是很简单 他有一天 他突然 我讲这个生灵的工作 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天翻覆地的变化 他成为一个 从一个欺负别人的人 成为一个保护帮助别人的人 他甚至能够有这样的勇气 到那些他欺负过的家里面去道歉 赔钱 另外一个 特别提醒大家 看到教会的作用 当他重生得救 他积极地融入教会 教会帮助他 一样去做人们的工作 因为人们不了解他 觉得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 倒是欺负 突然今天好像来我家 说要来帮我做点什么事情 人家吓都吓死了 以为他要来好像要得点什么好处 但是教会扶持他 为他做见证 看见弟兄的改变 后来他得到邻里面很多地方人们的尊重 然后他慢慢地加入教会的服饰 积极地参与服饰 他的文化水平不高 因为小时候就是爱练拳 但是是在我带的这些门徒当中 求知义非常强的一个人 非常的好学 我们学了以后我们要操练 他都是很积极的 我们一对一地来操练 怎么去跟人交谈这些东西 你看到他真的是一团火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已经罹患晚期的肠癌 而且他告诉我 其实他的肠子已经只有一点点了 然后更糟糕的是 医生已经告诉他 他只有三个月的寿命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非常的震惊 因为前面我一点都看不出来 弟兄你每天见他 都是像一团火很热情 见面拥抱 而且要跟着我们出去 都是这样好像积极的前面 看到他的身体也挺壮实的 但他就跟我们分享后面 其实他也经历过一段挣扎 求上帝医治 结果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他非常感恩神给他这段的挣扎 让他终于更深地明白信仰真实的意义 他跟我讲 恰恰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终于确确实实找到了他生命的意义 对他来说 每一天都是上帝的一个恩典 给他能力去面对 而且他说他过一天 他就要继续学习 跟着我们一起去做 他该做的事情 他要去接受装备 当时我就在想 弟兄啊 很多人在这样的时候 可能已经躺在医院里 而且我们的学习 你不知道你用的用不到 那他给我的 就是这样 我觉得真的是 给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鼓励 我觉得那次回来 也对我这个服事的观念和心态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我记得在最后走的时候 因为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能够回去 我们一起拥抱 我们很肯定地说了一个再见 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不一定在地上再见 但我们一定会再见 这就是我们一个跟随主的人 不在乎他自己出身怎么样 他有多高的学识 有多好的教育程度到的水平 这位弟兄跟你见证一样 他有时候还是会讲出鲁的话的 因为这是他的本性 但是我们从他的身上 看见一个全新的生命 而且祝福他们的教会 跟他们的教会一起走 他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的生命 甚至我们知道 其实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传道人 我告诉他你就是一个了 你就是一个传道人 不是我们的头衔 而且周围的弟兄姐妹 都接纳他 我就跟大家讲过 他以前欺负过人 对他恨之入骨的人 很多人都因为他的缘故 成为跟随主的人 他是一个身体力行 他接受装备 他也能够去反思自己的人生 他做错的事情 他我就跟大家讲 他会一个个到那些家庭里面 去道歉 还钱 特别因着他的见证 让很多人都很深受感动和激励 其实弟兄姐妹们 主给了我们使命的蓝图 但是蓝图在这个层面是一个原则来着 我们每个人会有很具体的使命 我们如何去实施 所以每一个教会 虽然我们的使命的宣言都差不多 但是我们要有很具体的使命 我们周围的人 像我们的使命小组一样 我们周围的灵圣 我们的朋友 这个具体实施在我们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很宏大的 具体的使命给我们的托付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 如果我们没有好像很宏大的 如果你有很宏大的 我鼓励你勇敢地站起来 我们一起向着这个目标一起来 没准你就开始另外一个的运动 能够祝福到更多人 如果你没有这样宏大的 没关系 上帝赐给我们教会 教会就是我们拥有一个 很清晰的当地目标的 一个具体的群体 你可以加入在这个当中 你可以参与 你可以通过奉献你的时间 你的能力 你的技巧 你的资源 你的金钱 我们一起能够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把耶稣的使命坚持下去 让我们的后代 能够更多的人 仍然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 能够得到上帝的救助 所以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没有 你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我还问大家是 是什么每天给你动力 你能够从床上 特别在冬天 温暖的被窝里面 爬出来 去能够面对生活 面对有挑战的生活和工作 希望大家都能够思考这个问题 更是把呼召你的上帝 主耶稣联系在一起 相信一定你会得着 你会得着你的命定 每一个愿意寻求他的人 主都会赐给他 也让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一起彼此的搭配 更深的经历 生命的丰盛和祝福 要么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主动来寻找我们 你邀请我们 而不是强迫我们 让我们能够认识你 认识你给我们的呼召和使命 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地 认识我们自己 让我们能够找到 并活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意义 我们祈求你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动工 求你自己亲自来吸引我们 感动我们 触动我们 让我们能够心甘情愿 降伏下来 不再要那个自我牢牢地 在我们的心里面掌权 同时也让我们不再自甘平庸 不再自甘随波逐流 让我们能够担其使命 并参与到你拯救人类的工作来 就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开始 从我们接触到的人开始 能够被你所使用 送上一个祝福 伸出一个援手 在具体的事情帮助别人 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发挥我们的才干 得招祝福 也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好 弟兄姐妹今天很特别